最近在台湾的网络上面 有大量的亲中的文章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譬如说这一篇是发在Dcard上面的 Dcard是一个台湾 尤其是年轻人吧 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社群平台 那然后呢 这位推友 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这位推友 他猜测是中国水军写的统战文章 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因为同一时间 在台湾的各个社群媒体 无论是脆还是Dcard的 就是出现了 包括推特上面都会出现了 大量的这种类似的在吹中国好棒棒的文章 包括在欧美那边 有大量的就是杨五毛 杨粉红在吹中国好棒棒 感觉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认知作战 所以很有可能是中国水军写的统战文章 但说实话也不排除是有台湾人被骗了 这么说 但不管怎么说就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这篇文章说 中国人其实还蛮好相处的 如提 我玩小红书或是TikTok 也结识了 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 上次去福建厦门 还有福州 遇到的中国人也都很热情 又好相处 其实不要谈政治的话 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都还不错 蛮热情的 而且有内涵的人也不少 撇除政治 中国人是不是还蛮适合当朋友的 首先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 中国人对于台湾人的热情 跟其他世界各国人的热情 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他常常对你有所图谋 我不敢说所有的中国人 这个我不敢讲 但是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的话 就是对我们热情的中国人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是否对我们有所图谋 而且这不是我们作为反贼的生活体验 那事实上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如果你们询问他的话 他们都会告诉你说 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个默不相识的 一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中国人 突然对你很热情 那么作为基本的一个生活本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生存本能 会告诉你说你要小心 这个人恐怕对你有所图谋 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好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以 好好的生存下去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难以 好好生存下去的国家 中国人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生存 然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往上爬 这就导致中国人 当他看一个人的时候 他首先看说我可不可以从你身上捞到什么东西 这是在一个极其残酷的一个生存状态下 养成的一种习惯 他看一个人先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用 是不是可以为他所用 身上有没有他可以利用的东西 那然后他根据这个判断 然后决定我对你热情还是不热情 我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那台湾人你们首先要知道说台湾是一个发达的自由民主的国家 你们大概率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更富裕 然后你们大概率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更善良 你们大概率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更好骗 那然后呢你们大概率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而言都有统战的价值 你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所接触的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看着你们 首先是一个大概率比我们有钱 大概率比我们好骗 大概率比我们善良 然后大概率比我们有统战价值的一个人 有没有就是播出这些东西单纯的说 我喜欢你作为一个台湾人跟你聊天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百姓 就是你们都能够知道 我上述说的话是真的 大部分的中国人是这样子 再来评估出现在他生活中的陌生人 然后决定他如何要对待这个人 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每次我看到有外国人 或者是有台湾人说 中国人对我们很热情 中国人对我们很好的时候 就是我都觉得很苦笑知道吗 就是我就很想告诉他说 你知不知道那个热情背后是什么 他跟一个台湾人对你的热情 他从本质上完全不同 他表现出来或许有相似之处 但是他本质完全不同 那个本质就在于说 就是一个外国人 就譬如说我妈妈她老公吧 她是一个蓝领 她穿得破破烂烂的 对吧 然后她在台湾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帮助她 就是大家不是说看 有没有穿很贵的衣服 你有没有带钻表 才对你热情 知道吗 就是不是说要从你身上 拿取任何的好处 才对你热情 这是台湾人的热情 这是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 大部分人的热情 他没有任何图谋 他也不看你有没有钱 他也不看你怎样 他就是觉得说 你是个异乡人 你来我这儿 你遇到困难我帮你 就这么简单 不要求任何回报 但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是 大部分中国人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的热情 跟你们的热情 完完全全不同 这是第一点 作为中国人 我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一点 然后当然就是很多朋友 很反弹的这个 就是说不要谈政治 就是说如果不要谈政治 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都还不错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就算不谈政治 他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说的一句难听一点的话 就是中国人 每个中国人都是厮杀出来的人 都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人 他们的心性和一个正常世界 长大的一个充满爱的人不一样 哪怕是我的心性都跟你们不一样 可能你们看不出来 但是我的心性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所奠定出来 我们的一些生存本能 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你们明白吗 就是我们只有时刻的去思考 在我们的周边还可以抓住哪些利益 还可以抓住哪些能够帮助我的东西 我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你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个性 撇除政治 中国人和台湾人就是不一样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当然很多朋友很反弹的 就是这个说撇除政治这个事情 有中国人的推友就吐槽说 抛开事实不谈 国人也没那么坏 这指的应该是中国人 有一些人就发了一些 在中国的一些社会事件 就是说最恐怖的已经不是打女性 而是男的打女生 居然还要抄家伙 这种暴力 那有人说还撇除政治呢 不是都中国人一直在跟你搞政治 对啊 是中国人一直在搞政治啊 是中国人天天喊台湾是中国的呀 对吧 而事实上台湾就不是中国的嘛 事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一分一秒一毫秒统治过台湾嘛 那有人说只要不要惹流氓 流氓其实也很好相处呀 有人说撇开正义公理法律 道德不谈中国人很好相处啊 想下地狱买张单程机票就能直打了 那就各种吐槽嘛 但是我是特别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来提醒大家 当你们看到来自中国人的热情的时候 提醒自己 他跟你们不一样 他跟你们不一样 好